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 Come on! 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收听每天说中文播客。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帮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的忙。 这些长辈们也经常让我帮他们的忙。 比如妈妈在做饭的时候突然发现酱油用光了。 所以妈妈就会说,大鹏,帮我跑个腿,买瓶酱油去吧。 还有爸爸在修自行车的时候发现自己需要一些工具, 但是我们家没有这些工具。 于是爸爸就会对我说,大鹏,去跑个腿吧,去邻居家借个工具。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很忙呀? 没错,所以我经常是跑来跑去的。 一会儿跑到这儿去拿这个东西, 一会儿又跑到那儿去拿那个东西, 一会儿又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买别的什么东西。 总之就是跑来跑去帮别人的忙, 这就叫做跑腿。 我想刚才你已经听到了好多次跑腿这个表达了。 跑腿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词汇。 跑步的跑,腿很长的腿。 你猜到跑腿是什么意思了吗? 跑腿的意思就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帮别人去一些地方, 办一些事。 是不是非常简单? 先来听对话吧。 大鹏大鹏,我想喝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但是现在有点忙, 你可不可以帮我跑个腿呀? 啊? 跑腿是没问题, 不过星巴克离这儿非常远呀。 哎呀, 拜托你了, 你就帮个忙吧。 哎, 那好吧, 但是下次我可不会免费帮你跑腿了。 没问题, 没问题, 下次我一定会给你跑腿钱的。 大鹏大鹏, 我想喝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但是现在有点忙, 你可不可以帮我跑个腿呀? 啊? 跑腿是没问题, 不过星巴克离这儿非常远呀。 哎呀, 拜托你了, 你就帮个忙吧。 哎, 那好吧, 但是下次我可不会免费帮你跑腿了。 没问题, 没问题, 下次我一定会给你跑腿钱的。 嗯, 跑腿帮朋友买咖啡当然是经常遇到的情况啦, 我觉得你一定也遇到过。 啊, 我们再来看跑腿这个词吧。 虽然这个词是跑腿, 但是你千万别真的以为我是跑着去给朋友买咖啡的。 我可能是骑自行车去帮别人跑腿, 也可能坐公交车去帮别人跑腿。 我可以选择任何交通工具去帮别人跑腿。 另外, 帮别人跑腿这个表达往往是形容帮别人办一些十分简单的事情。 比如像是送货, 买东西这样的事。 所以当你听到我说, 呃, 我只是帮别人跑腿这样的表达的时候, 说明我只是帮别人做一些简单的事。 关于这件事具体的核心的内容, 我一点都不知道。 就像是快递员给你送快递的时候, 快递员只负责帮你跑腿。 具体你送什么货, 或者是送给什么人, 他并不知道, 也不需要知道。 你明白了吗? 那么欢迎你和我分享一些你帮别人跑腿的故事。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每天说中文播客。 我们下期一起说中文。 拜拜! 大鹏大鹏, 我想喝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但是现在有点忙, 你可不可以帮我跑个腿呀? 啊? 跑腿是没问题, 不过星巴克离这儿非常远呀。 哎呀, 拜托你了, 你就帮个忙吧。 哎, 那好吧, 但是下次我可不会免费帮你跑腿了。 没问题, 没问题, 下次我一定会给你跑腿钱的。 大鹏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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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喝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但是现在有点忙, 你可不可以帮我跑个腿呀? 啊? 跑腿是没问题, 不过星巴克离这儿非常远呀。 哎呀, 拜托你了, 你就帮个忙吧。 哎, 那好吧, 但是下次我可不会免费帮你跑腿了。 没问题, 没问题, 下次我一定会给你跑腿钱的。 。